就是这一句吧,however 这一句。 OK,呃,诶,我看错了,however。 How,however,once you adopt a richer economy model,and practically one that admits the possibility of, call or much better things like targeted DDoS,DDoS attacks against the nodes decentralization become more important if you are certain one person with that suddenly 50 million will no matter to them as much anymore. 嗯,呃,然而,however,当你reacher,当你采用一种更富有的经济,经济模型,reacher,reacher,应该是, 嗯,呃,你采用一种更更有钱的这种经济模型, 嗯,嗯,and particular,尤其是,呃,particular one that admits the possibility. 看下这个词什么意思,co,caution,coersion,coersion, 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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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尤其是you admit,你,呃,呃,管理,呃,呃,我们要不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个里面可能声词会比较多一些,没事,感谢link,我们先看一下,一起看一下,呃,这一句是however,once you adopt a richer economic model, and particularly one that admits the possibility of coercion, or much milder things like targeted does attack against the nuts, decentraliz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If you threaten one person with death,suddenly fifty million dollars would not matter to them as much anymore. 这一句的话,先解释几个词啊,这个rich啊,这个rich,rich不止,在这里不是指它是更富有啊,它是指这个模型可能包含的变量更加宽广,或者说是更加,更加inclusive,就是更包容的一个模型,就是它能涵盖的面更多,是这个意思,那个rich的话,呃, 还有另外一些意思,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你说someone has a rich,啊,spiritual world,那我们在这边写一下,someone has a very rich,spiritual world,就是说,谁谁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呃,然后下一句是coversion,coversion的话,如果我们回到上一次的话,我们其实是,学,共读到一个单单, 词叫coerce,coerce,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他像是古代的君王,要求某个人前来上朝,那去胁迫他,强迫他的这个意思,那coerce呢,就是coerce的这个名词,呃,哎,不是,不是上一次吗,我记得之前是有的哈,记得之前是有的,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哎,然后还有这个mild,mild是mild的,的这个比较集,mild 是轻微的,轻微的,缓,缓和的,那他还有一个建议词叫modest,modest也是缓和的,那modes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谦逊的,谦逊的,比如说,someone is modest,谁谁谁是谦逊的,只有这个意思,呃,discipline, 那我们来翻译一下,上面就没有什么,呃,生词了,那,那,但是如果你采用了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一个模型,经济模型, 并且特地特别是那种,呃,认定了我们的系统中存在的那种有强迫性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强迫性的话,可能是那种针对于节点的DOS攻击,那去中一块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如果你一,将某人以死相逼,那突然对他来说,五,五百万,呃,五千万美元也不是多多少了,OK,那只是这一句我们需要补充的,呃,那下面的话,OK,然后我来看一下今天的人哈,嗯,巴拉拉不在,那是, 好,我看一下,嗯, but if the fifty million is spread between ten people, then you have to threaten sometimes as many people and do it all at the same time. In general, the modern world is, in many cases, characterized by an attack or defense in favor of the attacker. A building that costs $10 million to build may cost less than $100,000 to destroy, but the attacker's leverage is often sub-linear. 但是如果这五千万,它是掌握在这十个人,是分别... 应该怎么说,应该是分给这十个人,分散在... 分散在这十个人的手里,那么你就必须去威... 你必须去威胁十次,而且是要同时去做。 总体上来说的话...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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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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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我有点... 嗯... 可以,那你要不先跳过吧? 好,一块看一下吧? 好的,行,感谢美利哈。 如果50万,是传选了人,你必须去判断10次,你必须去判断10次, 多数人,都要做它在一起。 整个人的 modern world,在很多人的世界中,是在很多人的... 判断10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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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10次。 BUTT ZETACAN'S LEVERAGE IS OFTEN SUBLINIA。 就 这里的话,其实他就是回应上文啊,他就是说... 诶,我刚怎么掉线了吗? reconnaissance,你刚掉了一点 哦,好的好的,我最近这个网... 感觉问题很大 那继续啊,呃,那这里,呃,这里的话,其实他,他的意思啊,是,是回应上文啊,会回应上文,上文他说的这个,这个讲到公鸡中的这个,这个,这个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的公鸡,所以他这里说,如果,就上文他说的,如果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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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一个人,以,以死相逼,让他交出,这个5000万美元, 那,他很可能会交出来,就,就说,就说这个攻击者,他其实花费的精力不多,而且,但这个受害者,他其实受到的威胁非常大,那,那他下面就举了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啊,那就是说,如果这5000万美元,被分散在10个人之中,比如说就是5000,5000万除以10,但是攻击者呢,他需要对10个人,对10个人进行攻击,并且要同时做,他才能把这,就是, 就比如说这是个多千吧,比如说这个多千的一个情况,那他,他需要对10个人同时以死相逼,那他的,他的精力也要花得更多, 然后他下面就总结了说,那,那其实普遍来说啊,现代社会在很多情况下,都有一个attack and defense symmetry,而symmetry是什么意思,是不对称性,是不对称性, 那现代社会中的这种攻击和防御的不对称性,一般都是来说是倾向,是偏好于攻击者这一边的,也就是说攻击者会有更强的,更更高的,这个获胜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更小的,这个付出,他就可以去完成他所做的事情,那这里的话,呃,这个,呃,symmetry,为什么是不,他还有一些补充啊,我在这边也写出来了, 他的,他的,他的对称性呢,就是symmetry,那他家前面加了一个a,a就是不怎么怎么样,有你在其他的一些,呃,呃,那个地方也能看到这种a开头的,就这个用法,比如说,呃,程序员朋友肯定很,呃,肯定很,很经常见到的这个async,async什么什么,那async是什么,就是不非同步的,就是异步,异步,异就是变异的异步去做什么, 什么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有多线程,有一步操作,就是用这个async,那sync是什么东西呢,sync就是synchronize的简写,sync,比如说你在一些网盘的同步工具中会看到,点一下sync,那就是同步与云端同步,那他的全称就是synchronize,然后名词叫synchronization,然后这个,呃,metry呢,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补充,比如说geometry,geometry就是几何学,几何学,geometry, 它也是一个名词的一个后缀,geometry,那我们重新来看这几个词啊,sync是对称,a是非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前缀,那symmetry呢,是对称的,async是异步的一个简写,geometry是几何学,metry是什么什么学,或者说是一个名词的后缀,synchronize是同步,是sync的全称,他的名词是synchronization,OK。 好像阿温,你忘了,你要不要试试不开Vpn 我会认试不开Vpn 我会认试不开Vpn 哦,我又,我又回来了朋友,哎,要不要试试不开Vpn,我不知道不开Vpn会不会好一点,不不开什么,不开Vpn, 还是不开Vpn,我的意思,不开Vpn,呃,可以可以可以,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最近我感觉是我路由器的问题,是不是不是Vpn的事情,OK,那继续啊,如果再掉的话,我就关了Vpn再试一下,呃,行,刚才那个词讲完了,然后继续啊,那讲到这个building, building that cost 10 million to build,那就是说,还是回应上文的,如果一个建筑物花了A钱,我就不说这个字母了,他这里其实讲一个普遍的一个含义,比如说一个东西,花了A价格去建造,或者说去造的出来,但是他可能只花B价格就可以被摧毁,并且A一般是大于B的,那其实这里他就是,就是回应上文,他说一般是大于B的, 现在社会,他就是有这种攻击和防御这种,这种不断,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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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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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来帮你共享,要不然试试我来帮你啊,但是你打那些可能就看不到了,呃,没事,没事,这个因为这因为不是共享的问题,因为说我来帮你啊,但是你打那些可能就看不到了,呃,没事,没事,这个因为这因为不是共享的问题, 网络波动比较大,最近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哎,很奇怪,不是共享的问题,我再试一下吧,再试,我这次把vpn给关掉了,呃,如果不行的话,今天不行了,我得去看一下这网络啥情况,呃,继续哈,那个,呃,那这里其实就是sublinear,sublinear就是linear是什么意思呢,linear其实我们能看到他这个词很很像line, line是什么意思,line是线,那linear就是线性的,也学过呃,就是高等代书啊,或者是就是用英文看过这些教材的应该都会看到linear,比如说linear regression,就是线性回归,regression线性回归,那sublinear就是非线性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攻击者来说,他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是就是,就是 是非线性的,他他他他收获的会越来越多,但是成本可能却变得越来就会会增加的会比较小,但是对于是被攻击者就不是这样的,那刚才的举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这样,那一个东西用a来建造,但是他可能会用b的代价就可以被摧毁掉,并且a一般大于b,ok。 然后关于sub呢,我还可以再再再补充一点,比如sub一般是什么什么之下,或者是次于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linear和sublinear就是非线性的,他和a这个前缀有个异曲同工之秒,比如说sub,比如说这个subliminal就是非就是就是且超意识的,或者说是就是意识之下的,还有另外一个更更更明显的就是subconscious,subconscious, 那个conscious呢是理智的意思,是有意识的,那subconscious就是就是已经昏迷的意思,那再比如说玩游戏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就有一个有一种枪叫submachine gun和machine gun machine是机器,那machine gun是机器枪,那就是机枪,简称就是机枪,那submachine gun比机枪更次一点的,就是冲锋枪 所以对对,所以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游戏的主播啊,他在自己标题里面点一个subs,subs,subs就是就是冲锋枪的意思,当然他还可能会指就是那个在油管上的一个订阅啊subscription,subscription 呃对,pablo都给我补充了一个啊,这个应该是次线性的,就是线性之下,那超线性的就是superlinear,我在这补充一下吧 superlinear超线性的,对 呃对,我我把他的评论复制出来哈,pablo你是故意单独,对对对对对,你可以直接放,我发出来,我帮你不小心,刚才给你host的时候点到你了,ok,ok,好的好的,ok,那我们继续啊,下一句是,我看一下carina 嗯,好的,if,if,if a building that costs 10 million dollars to build cost uh 100,000 to destroy a building that costs 1 million to build may realistically cost perhaps uh 30,000 to destroy smaller gives better ratios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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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创建一个什么东西这应该怎么翻译 一个 build 一个建筑吗 嗯嗯嗯嗯 如果 一个建筑花费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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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能实际上也许花费三万来毁坏掉 这更小的会给到更好的比例 嗯嗯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 可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我来解释一下 so if a building that costs 10 million dollars to build costs 10,000 dollars to destroy 100,000 to destroy a building that costs 1 million dollars to build may realistically cost perhaps 30,000 30,000 sorry 30,000 dollars to destroy smaller gives better ratios 他意思就是他在算这个比例啊 就是公积的比例 如果一个一个建一个建筑他花费 呃这个1000万美元 去去去建造 那他可能只花费 这 抱歉我这个价格这个这个数字我就不念了 就是他指的就是呃这里这个数字啊 这个数字比这个数字要大 然后呢这个数字呢又比这个数字要大 但是呢这个数字a除以b又又要又要小于c除以d 然后smaller gives better ratios 我理解他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这个 嗯他攻击更小的 哎不对啊这个ratio也不不对啊这个是 呃他他这里其实就我我我们不去翻译去做这个翻译 但他这里希望说明的意思就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攻击者 他追求一个特定的一个一个方向的这个攻击 他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他这里就是说用不同的用不同的成本去攻击一个不同 呃价值的一个物品 他可能会获得不不以呃更好的一个结果 他是指这样的一个一个以在这里在算这个比例 就是价值除以攻击成本他在算这样的一个比例 因为我们刚才从上文是了解到呢 叫他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攻击者 他的成本和收益的增长是非线性的 那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呃一定的手段 往就是攻击更大或者更小价值的一个一个物品 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所以他这里是在强调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 ok呃然后 然后下一段到这里吧 呃然后 呃那应该又到link了 link 组最后一句可以可以可以去看你那个会了正好 嗯 what does this respond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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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soning re lead to first of all it pushes strongly in favor of proof of stake over proof of work as computer hardware is easy to detect regularly of attack where weather coins 嗯 can be much more easily hide in hidden he hidden proof of stake also has strong attack uh resistance for other reasons 嗯 what does re reason reason lead to 嗯 呃 呃刚才这通推导 推导出来了个什么东西呢 呃首先来说 呃 嗯 他 in favor of proof of stake 是strongly in favor of the proof of stake over proof of work as computer hardware is easily to detect regulate or attack whereas coins can be much more easily hidden proof of stake also has strong attack resistance for all the reasons 所以这通推导导出了什么呢 就是刚才像link这样解释 我觉得解释非常好啊 就翻译的 那呃首先来说他最番推导呃让我们引导向了就是让我们知道了pos比pow更好 因为呃电脑的这个机器啊是非常容易被检测到然后被规范 然后并且被攻击的这里的regulate的意思呃可能不仅不是简洁的那个规范的regulate就是指他可以使很大一个集群的电脑就是服从他自己一个人的意志 这里的regulate指的是管制啊或者是就是他一个人可以黑很多的机器并且让很多的机器都服从他一个人的指令or attack就是攻击 we're coins那其实代币呢可以呃很好的被隐藏 然后pos还有在其他的方面有更强的这个抗攻击性 然后对这是这一段好的那link你也该去开那个会了吧嗯拜拜嗯我们来下一位呃应该是巴拉拉 我现在好稍等一下哈 呃你不方便的话我们就下一位好了 哪里 我从 我从在肯这里开始对不对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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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我加个音现在能听到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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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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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向的好的一个点 然后包括wildly disputed 就是广阔分布的team 包括说地理上的分布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 表明 同时在经济模型上和在 Fort Torrents 龙错率上 龙错性上面 龙错模型上 都需要被关注 在设计一个 同时协议的时候 好的 感谢巴拉拉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第二个点是在 有着有着 传统的发展团队 包括地区域 地区域 第三个点是 那第二点呢 这个 它还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这个推导还让我们知道什么 第二点就是 这个点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对于这些 远程或者说分散的这些 这些开发团队来是更好的 并且也包括那些地理上比较分散的团队 那第三呢 他他暗示了我们说 当我们在设计合约 这个协议合约的时候 我们要同时考虑经济模型 以及容错模型 那这是这里 呃有有几个词 有一个词 可能需要带来 这一句imply imply是暗示 隐晦的 隐晦的表示 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然后 下一句的话 我看到船长来了 那就这一句 ok 最后一句 我们可以去 到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许多的 三个 三个 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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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able to coordination, while the other cannot in dangerous. 最终我们我们能 那要不我们直接一起来看一下吧,呃,这里确实可能生词会比较多一些。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Finally, we can get to perhaps the most intricate argument of the three, collusion resistance. Collusion is difficult to define. Perhaps the only truly valid way to put it is to simply say that collusion is coordination that we don't like. There are many situations in real life where even though, where even though having perfect coordination between everyone would be ideal, one subgroup being able to coordinate where the others cannot is dangerous. 那最终呢,我们可能会,呃,得到,呃,这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三个,就是这个three指代的是什么呢? 那指代的是上面我们这个reasoning把我们引导向了哪些结论? 那他讲第一点,第二点,还有第三点,那这里的three指引的就是这个东西。 呃,collusion resistance。 那collusion呢,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是conspiracy,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论,或者是,呃,就是一些不好的合作吧,不好的合作,就是,呃,不好的勾当那样的一个意思。 那collusion is difficult to define,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很难被定义,就像我刚才我也不是很好去,去用中文去解释。 那perhaps the only truly valid way,那可能我们。 对他最好的最,最有利的解释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去说,那这个collusion就是coordination,coordination是合作,协作。 那这个collusion呢,就是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协作方式。 就比如说一群人协作着去把,想去窃取别人的利益。 那这样呢,就不能把它称之为协作或者合作,而是只是一些go down。 那there are many situations,那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其实,呃,呃,就是,那其实很多时候,在,在一群人之中的这个,呃,非常好的协作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在一群人之中,如果有一个小的群组,可以,呃,很好的协作。 但是其他人不能很好的协作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危险了。 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就比如说在古代的,这不是古代啊,是那个原始社会。 那如果有一群人,他们很好的去协作起来,那其实他们就有很强的力量啊,人多力量大嘛。 那其他人如果,如果语言不通啊,或者是不懂别人的想法,那没有办法协作,其实就,就很容易被打败。 那其实这一点的话,我可以举另外一个可能一些,呃,游戏玩家会有更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开麦和不开麦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不同。 比如说我,我们有一个五人对五人的一个对局。 那一边的五人是有麦克风可以互相交流。 另外一对的五个人是没有办法交流,并且可能互相也不认识。 甚至之前也没有排练过。 那,他们在进行对抗,或者说是共同去获得一个共同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呃,就没有办法进行协作。 然后两,两组人就被分割开来了。 并且他这里说的这个dangerous的不一定是说,哎,这五个能协作起来,人就一定会窃取这五个人的利益。 但他是说非常dangerous,因为他其实很容易就能把这另外五个人利益给窃取走。 他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里的话,有,有一个词可以去,呃,去进行一个,一个讲解。 intricate,intricate,他有一个C-A-K,C-A-T-E的一个结尾。 intricate是,是比较巧妙的,精巧的一个意思,精巧。 就是说,呃,我们上文得到的这几个,这三个点啊,其实可以有一个更精巧,更有意思的一个结论。 那C-A-K-T-E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比较易碎啊,或者是精巧,精妙的那样的一个结尾。 比如说另外一个叫delicate,delicate就是易碎的,易碎的。 那这个delicate呢,一般来说都是指物体。 比如说,呃,这个vaz,这个花瓶,this vase is very delicate。 那这个花瓶非常易碎。 那还可以用于文学性的表达,比如说,啊,that princess is very delicate。 那个公主非常的易碎吗? 那不是易碎,是指非常的娇,呃,娇小可人。 是那种,呃,小小的一个女孩子啊,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又,又,又感觉手无腹肌之力那种,就是很,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文学性上的表达是这样。 呃,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词啊,刚才船长其实读成了另外一个词,就ideal。 ideal,刚刚他读成了idle,idle是idle,idle呢,是闲置。 或者是懒惰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呃,我一些做开发的朋友会,呃,做,呃,做开发的朋友如果就是硬件的话,会知道,比如说某一个,某一个硬件它处于闲置状态,它没有在运转。 它会处于一个idle状态,或者它的它的那个动词叫idling,idling,就是在它在闲置中,对。 ok,呃,那下一位的话,读到这里了。 文章链接哈,那个,呃,下一位是巴拉拉。 哦,不对,巴拉拉,那emily。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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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这儿吧 嗯嗯可以可以好的来翻译一下 嗯一个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翻垄断法 呃呃 这个 deliberate deliberate 故意的或者是就是有意 嗯怎么说的主动管制 你继续翻译吧 当然我们一起来看 主动监管的 呃 这种 壁垒的话 他 呃 他可以被放置 他可以被 呃放置在 为了 呃让 呃让这个市场的参与者 呃 呃 变得更困更困难 嗯 然后 然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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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单手吧 这个monopolist 这个monopolist 就是就是垄断家垄断者 哦 嗯 然后他们表现的然后他们表现的然后这个垄断价格的哦 嗯 嗯 哦 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吧 来感谢 这一句的话是设计了一些法律啊 然后 就是比较专业的一些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 讲解一下这些词 好的 感谢不吝 呃 但这里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antitrust law 他的中文有一个是叫反安托拉斯法 他也是美国的一个法律 那这个法律是在讲什么呢 他讲的就是 就是讲的是一个经济利益上的 或者经济经济力量这样上的 这样的一个急剧 那他下文也给了解释 deliberate regulatory deliberate就是故意的主动的 那这里的话我除了主动监管 我也没想到其他比较好的翻译 因为我对法律这个名词不是太熟悉 barious 他下面三个词是一个整体 deliberate regulatory barriers 就是这里指的是主动监管的障碍 这个barious在这里不是做动词 而是做名词 我我第一开始看 我以为是一个动词 因为因为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这是一个主语 然后这是动词 但其实这整体是一个名词 that get placed 那怎么看出来了呢 就是get placed get placed 就是被放置 那那其实这里就有动词了 所以这里不可能再有一个动词 所以这里是一个名词 那这样的一个障碍呢 被放在这里 那其实目的就是让 让这个市场上的 一边的这个参与者呢 很难再集聚起来 然后并就是集聚起来 然后呢 做大做强 变成那种垄断主 垄断垄断集团那样 然后去获得一些 outside profit 就是指本来这些 本来他们不该拿到 但是在他们集聚之后 可以拿到 outside的就是在 在什么什么之外 那最多意思就是 他本来拿不到 但是他们集聚起来 可以拿到的一些利益 并且这些利益 还是at the expense of 就是在什么 为什么 以什么什么为代价 就是我们上一次 也提到了 at the expense of something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代价 那以什么为代价呢 就是以另外一边的市场 为代价 并且以大众的公共 社会社会福利为代价 OK 我们看到诸文 这个有个解释啊 托拉斯就是寡头联合组织的称呼 呃会联合起来设置 进入壁垒啊 降低价格 让其他竞争者更难以进入这个市场 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呃 比如说之前那个360和QQ的这样的一个之争 然后导致最后只有一家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去做 我然后那antitrust的落 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 OK 那当然我取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好啊 他可能细节并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是只就是有两个巨头吗 然后在竞争 OK 呃那这里的话 这个deliberate也可以做一个补充啊 deliberate 他他的他的把第一给去掉的话 就是liberate liberate liberate是一个动词 就是将什么什么解放出来 那故意的呃 对呃跟deliberate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里补充一下 这个liberate也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动词 OK 然后的话是呃这个monopolis monopolis 他其实可以被认为是mono和polist的集合 那polist的大家如果比较熟悉的话 这个list ist什么什么意思的是一个人的一个结尾 那polist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model呢 model是单的意思 model是单独 单 单 单 个 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的他有哪些有些词呢 比如说monochrome 我们都大家可能在常用的一个浏览器 叫chrome 那chrome是什么意思 chrome是多彩的意思 所以大家能看到我们的chrome图标 有红蓝绿黄这几个颜色 因为这是四元色嘛 四元色他们组合起来就能组合成所有的颜色 那所以他是chrome是多彩的 那monochrome就是都是黑白的意思 他只有单独的多彩 那就是黑白的 那还比如说有 呃 mono 还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词是禁闭啊 优避震 好像也是mono开头的 但是我太久不见了啊 有点忘记了 就是mono就是单独的意思 单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切坠 monopolis的就是垄断架 monochrome就是 是呃黑白的 比如说有一种摄影风格 黑白就可以用monochrome来来来指代 然后要注意这两点的mono的重音不一样啊 然后这个monopolis 然后这个是monochrome 哈哈 Pablo说可能有关系 反liberge不是自由 随意的 就是故意的 我其实刚才就是想这么解释 感觉有点牵强 所以就没有说好 感谢Pablo OK 呃然后我们继续来往下走 哈 感谢Pablo 很火的一个头像的称呼啊 mono 是吗 我我不知道 好像是豆瓣 就是默认头像是mono 哦哦哦 默认哦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mono是吧 mono对 小红树也有 我经常看小红树 然后发现 就很多这个mono这个图像 对 ok 然后呢 图文又增加了一个 跟副外部性不太一样 大家大家看一下好了 感谢这个图文和Pablo的补充 ok 然后下一位应该是Karina 好的 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是 rules against a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candidates and the super PAC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those have difficult to enforce in practice a much smaller example is a rule in some chess tournaments tournaments Tourn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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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enting two players From playing many games Against each other To try to rate one player's score 另外一个例子是 另外一个例子是 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是 对抗 这个叫 积极的参与者 这里对 也涉及到 法律的一些文 或者是政治的一些词 我们也一起看一下吧 就可能翻译起来 也比较复杂 OK 感谢Karina 好的 好的 另外一个例子呢 在美国之中啊 有一些法律 他的反对的 就是在一些市场参与者 这里的candidates的意思呢 其实对照上文呢 应该是市场参与者 就比如说一些产品啊 或者公司 那就是是 那我们这个 这个法律是Against 就是指他反对这样的 参与者的一些 Active coordination 就是积极合作 那比如说 OpenAI最近和微软的这个合作 就就可能是这个这种法律 比较Against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因为他很可能会造成这个AI 这个技术的一个集聚 集聚在某一家公司 导致Google现在都非常的慌 然后把之前的两个就是创始人 都集聚赶紧慌忙的叫回来 然后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 叫叫叫叫拉 就就就哪一个很很 就是好像是以希腊神话为为代代表的 一个一个代号的一个项目啊 也是一个AI的一个项目 专门就是针对这个ChatGPT的这个GPT的模型 对那这样的话 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律 所所所所Against的一个行为 那另外一个词 这个SuperPax SuperPax怎么理解呢 PaxPAC其实是联盟的一个一个代名词 他可以呃有一个有一个词来代替 就是Pax呢 就是Union 当然这个Pax我时间太久了 我已经不记得他全称是什么了 这个是之前我参加模拟联合国的时候 就是用到的一个一个词 Pax就是形成一个联盟 一个一个利益集体吧 利益集体我记得是利益集体 特别是指这个利益有相关的 就是大家都在这里 然后呢 有钱了一起吃肉 没钱了一起和西北风这样子 那在这个美国里面一些SuperPax这种超级联盟 就可能会被这个规则所打压 那但那他他也说了 那其实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过关 那在现实生活中呢 这些东西是非常困难 就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那inforce是什么意思呢 inforce在这里可以理解为implement implement那inforce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force是力量 那inforce就是把力量施加于什么什么东西之上 就是有那种政府的强制力去施压去施行 但是其实就算有这样的一个有这个force在这里去硬他 他也很难去执行 inpractice呢 就是就是在实际 实际实际生活中 这里可以理解为inreal life 对 然后a much smaller example 那更细微更小的一个例子呢 可能就是在一些 这个这个下棋的这些锦标赛之中 那有一种规则呢 其实就是说是防止两个玩家一直在在玩 这个这个在对局 然后在这个对局之中一直在玩一直玩 肯定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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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一一方的这个这个分数越来越高 那其实他对应的就是我们生活这种两方在一直卷 在互相卷对方 那卷着卷着就把就其中有一有一边可能就卷出来了 卷的分数最高了 就是在互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这种这种下棋比赛呢 就是有一种规则有禁止这种互卷 你不要在那卷你七点走 我八点走 我你八点走 我九点走 然后到最后 我甚至加薪当上总经理 那就是要防止这种互卷 对不许加班 No matter where you look attempt to prevent undesired coordination 这一句我也一起结束完嘛 因为最后一段了 No matter where you look attempt to prevent undesired coordination in sophisticated institutions are everywhere 所以他就说那不管你看一下哪里 呃一些阻止这些我们不希望的协作 或者说是合作方式 或者说是这种交互方式吧 我我读到这里的话 其实我我理解他这个coordination 不能仅仅翻译成协作了 他可以指的是那种两方之间 或者是多方之间这种 呃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协作 或者在竞争他有一种交互的这种感觉 因为像像我这种互卷 其实在这里也算是coordination 就是我七点你八点五 你八点我九点 他其实就是两方一直在往上加加班时间 其实一定是也可以被看成一种协作 那这里的话就不是普通 我们大众意义上的那种协作了 就是这种交互吧 我觉得那其实你会发现 那这种呃禁止我们去阻止 我们这种不喜欢的这种协作方式 在很多sophisticated 就是复杂的复杂的 sophisticated institution 就是机构 在复杂的机构都是有的 那当然国内的互联网 是没有这种互卷 就很就很奇怪啊 对说明他们不是够 sophisticated 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词啊 这个attempt attempt是尝试 它有动词和名词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词 大家在写作或者是呃的时候很可以去用一下 比如说呃我觉得他最常用的一个地方就是 呃叫这个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在登录 然后呢你你你你输你的银行卡密码 哎我输了一次不对 输了两次不对 输了三次不对 他就会提示你 locking accounts after多少多少一个attempts 就是在你几次尝试之后还不对 那我就要把你的账户给冻结了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会比较常用 然后还比如说呃比如说美国attempts to block China brom using open AI 那美国在尝试禁止中国使用open AI ok 然后另外一个词我觉得比较好的 这是个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呃kated 他是复杂的意思 他的名字形容词 进行词有complex 呃complicated 还有比如说perplex perplex 有很多这个进行词 sophisticated 一般是用来形容人的 一般 一般形容人组织 比较复杂 成熟 对对对 sophisticated也可以指也可以指成熟 我刚才差点忘记了 我打出来 我再想起来还可以指成熟 你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有诚服 那比如说啊 someone is a sophisticated man 呃 我无门 就是指某个人很成熟 很有很有诚服 那complex呢 一般就是指 呃一个问题啊 问题事件 呃很很复杂 或者说是难题 很复杂 很复杂 然后complex 就是很长 很很通用的了 通用形容词 就基本上各种情况都可以说啊 呃this is complicated question this is a complicated case and this is a complicated something 就就通用都可以用啊 但他 形容人组织 好吧 他不能形容任何组织 我突然想起来 你不能说someone is a complete 啊 哦你也可以说一个人是complicated man 比如说 那如果是someone is complicated 就是指很难被理解 对也可以用啊 这种一般就是指情感上 情感上很难被理解 就比如说 呃 你你想去安慰你的伴侣 然后呢伴侣说哎不要关我 我自己见一会不要关我 然后你就说哎你怎么回事啊 我来我想看看你怎么回事啊 他说不要关我 我烦死了 然后然后然后 然后你就会像你的闺蜜啊 或者好兄弟抱怨 哎呀啊 我这我这女朋友或男朋友怎么这么烦啊 那怎么我去我去 我去帮帮他他都不他都不来不去想我 我是来帮他的 那他你就可以说 哎他是she or she is very complicated 对对 然后呢他非常的complicated 那这件事 this case this thing is perplexing me perplexing me 或者confusing me confusing me 那这个的perplex confusing confusing就是谁谁谁脑子就是晕晕晕乎乎乎的很复杂 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样子 那前面的话是是指某件事情是是是一个形容词呢 这里开始就是动词了 ok这些是adj这些是adj adj ok好的 那就是这这一段 ok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共读时间也到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现在提出来 能再整体的说一下最后一段的意思吗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 呃那他这里呢 其实就是针对上文啊 就是做了一个回应来做一些就是现实中的案例 那他为什么要举例子呢 他上面是说 嗯 他上面他上面其实是在说collusion resistance 这个collusion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不好的协作 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coordination that we don't like 就是不好的协作 那这里的话 他其实就是说不好的协作 其实在现实人文中到处都有 那他下面就是举例子嘛 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反垄断法 垄断是什么意思 就是指一群公司在一起不干好事 那我们就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 这个美国的反垄断法 反托拉斯法 那个主动监管的障碍 一般都会放在市场之中 那放在什么市场之中呢 是干什么呢 是来make it difficult for participants on one side of the market 防止市场中的一边的参与者 come together 合作起来and act like a monopolist 并且做的就是行动起来 像是一个垄断家一样 and get outside profits 并且去得到一些 他们不应该得到的 outside就是外边的嘛 就得到一些外边 他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一些利益 at the expense of 在什么什么代价之上 在什么代价呢 both两者 在哪两者 other side of the market 另一边的市场 就是比如说 哎这边是抖音 那边是快手 那我这个抖音联合了 比如说什么 什么腾讯视频啊 联合了b站 一起去挤压你这个快手 我要把这个中国的短视频 长视频市场全部都给你轻视掉 那就是指快手的 在快手的代价之上 and general social welfare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 他选择就少了 比如说哎 我就是喜欢快手的UI 我就是喜欢快手那些 呃东北老大爷 或者那些给我那个 给拍那些视频 就是喜欢这些 那其实这个是用户的市场的这个选择就变少了 那他的代价也是general social welfare 就是在这个普遍的社会福利之上 也是他的代价 那他那他一个例子不够吗 那我们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antitrust的罗这个反突拉斯法那一个购字觉得够不够不够 那再来一个another example 就是指在美国之中对于这些呃 在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呃积极 积极合作积极合作 那这个这个这个呃 规则呢 就是来反制这些积极合作 并且来反这些superpacks 刚才跟我们提到packs是呃利益集体 superpacks就是超级利益集体 那尽管这些这些这个日子在现任生活中可能很难去被执行 但是他是存在的啊 那另外一个更小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指在棋盘之中的一些非非正当性的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竞争或者不好的协作 那其实什么样是不好的写作呢 就是指两个玩家两个玩家可以去play many games 他一直在下一直在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互卷吗 那互卷就是呃 去让一方的玩家的分数越来越高 但所以总结来说 不管你在哪里看 我们在在这种复杂或者成熟机构之中的呃 对于这种不好的 我们不希望的这种协作竞争 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 那他下面是举了几个例子啊 第一个是指市场竞争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也是市场竞争的例子 当然这里也可以是指政治集体啊 政治利益集体 就是经济政治 然后再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 是下棋 其实都在说这种非正当性的竞争到处都有 但是到处我们都会有有有有 有方式去制止这种不正当性的这种竞争 也就是我们上文说到的这个collusion collusion 就是我们不希望有这种不好的合作 ok 呃这样的话 这这两段之间能不能再串起来了 或者说你还有哪里细节不太懂 我可以再解释一下 嗯明白了 ok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再等五秒钟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四 三 二 一 ok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英语共读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然后呢 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谢谢 好的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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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